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好看又好吃的小绵羊腌绒小面包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厨制机中加入200克高筋面粉,35克白糖,13克炼乳 6克鲜酵母,40克全蛋液 85克清水,启动厨制机先低速拌匀 再转高速打成后门的状态 再加入2克盐,20克黄油,继续揉面 直到搅打成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面封醒发至两杯大 饧面的过程中再来调个腌绒馅 碗中加入50克腌绒,25克细砂糖 25克奶粉,30克全蛋液 25克融化好的黄油 用硅胶材给它翻拌均匀 把它大小平均分成6等分 形好的面按压排气,把它平均分成6等分 再案板上滚圆 取一个面积给它擀成牛舌状 上面涂抹上刚才做好的叶容馅 底部扒薄,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搓成一个大约15厘米左右的长条 用刮刀在中间从2分之2处给它切开 像视频中的手法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依次摆入烤盘 盖上保鲜膜继续醒发至两杯大 醒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上面再给它放上两个耐高温巧克力豆 给它来装饰眼睛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火190度下火180度 烤15分钟 这样好看又好吃的绵羊腌绒小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都是制作吧 米试米的更新,感谢大家的支持